台中大甲昨天晚間是發生嚴重車禍 最新的畫面曝光了 這個是游覽車的視角 可以看到當時游覽車是開在路中間 沒想到開到前面去 卻發現說對上一台小貨車 是已經橫跨雙黃線逆向行駛 那當下其實游覽車駕駛 有想要試圖閃避 沒想到就像是被鎖定一樣 遭到貨車給撞上了 才導致這一起嚴重車禍 那其實據了解 這個游覽車是載著一個直播主 他們當時正式員工旅遊 那正要返程的時候 遭到小貨車給撞擊 一共造成了八個人受傷 包括說小貨車的駕駛 無姓男子 游覽車駕駛羅姓男子 那據了解這游覽車駕駛 他是左腳骨折 並沒有生命危險 那另外還有六名乘客 包含這個車長小姐 都是受到輕傷 而事發第一時間 這個直播主是在這個直播時候 透露說他懷疑對方 是有酒駕的形式 不過這個說法被警方給打臉了 警方表示說這個小貨車駕駛 送醫抽血檢測之後 酒測直視鈴 並沒有酒駕 那現在最新的畫面曝光 也還原了整起車禍的事發經過 音樂 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